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集來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請到坐在身邊 要財政券事務中監獄獅子 郭瑞和我們談談故事情況 郭瑞你好 去你你好 先看看我現在最正的表現 恒生指數跌至185點 做22268點 國企指數跌至100點 做9782點 內地股市繼續個別發展 上證綜合指數微升4點 做2024點 而深圳成分指數也要繼續跌 跌幅略為收窄 跌了20點 做7,320點 郭瑞見到沉默結算後 股份走勢都比較互異 沉默升的今天跌 沉默跌的今天又打上去 怎樣看未來後市 是否真的要五窮一下 第一就是昨日期指結算 明顯是夾淡創 尤其是未後一段 指數收市那一刻 回到50天線上 呈現一個初步回穩 但一天的走勢不能夠確認 最低限度兩至三天 恒指要收在50天線上 才呈現一個技術上 初步轉定的勢頭 至於能否進一步上升 還要看成交金額 如果你維持在五百多億的成交金額 老實說動力是不足夠的 最多就是斷定 暫時未能夠展開一個新的性浪 再看看 直到現在這分鐘 整個市根本是處於一個 在升後技術上調整之中 因為早前來說 我已經和大家說了 由3月20日的低位21,138點上升 去到4月10日的高位23,225點 指數在短短三個星期之內 是升了2,087點 急升過後 技術上要回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如果回吐二分之一 當然是221,181點 如果回吐的幅度要到三分之二 可能要低見21,833點 現在正正在這個區間中間 直到現在這分鐘為止 整個大市任何的斷定都不能夠確認 至於全總智慧 到5月份有一個叫五窮 有一個叫六絕 去年全年的低位 是6月25日的19,426點 前年的低位是6月4日的18,056點 今年全年的低位 到現在這分鐘 暫時來說 是3月20日的21,138點 到底21,138會不會是全年的低位 其實是不能夠確認的 我覺得5月、6月應該有個機會 是進一步向下走 找了全年的低位 然後才慢慢孕育新一輪的升浪 即是說未來 或者四到八個星期之內 指數是會有機會反覆再進步向下走 對持貨者來說是一個考驗 如果拿貨小的無相關 市始終是技術上的因素造成 不是一些基本因素轉差 但如果你拿貨比較多 或者做孕展的話 那就要考慮自己的防守能力 如果你說防守能力比較脆弱的話 早做風險管理好些 即是說趁早著略作減遲 如果不是的話 萬一不幸 指數真的有低一點的水平時間 早不孕遲不孕 偏偏摸著最低位來孕 這樣自己就拿來損失了 直到現在這分鐘 大家要留意 今天是四月份的場外衍生公會結算日 昨天好倉就反擊 今天淡倉又再墜擊 始終都是反覆不明的 整個四月份是屬於一個先高後低形態 不過到現在為止 波幅收窄了 只有1,128點而已 去到五月份 假設你在這個水平相約過度過去的話 在五窮的效應之下 市況都略為反覆 如果你說希望五月份不要跌太多的話 五月初旬應該有一個弱光的反彈 反彈過後才慢慢慢慢再度 進入一個持續是低位的形態 不論怎樣也好 去到六月份 有不少大南酒將會除息 單單說那份的除息總和 已經拖累指數不見了三百幾四百點 總的來說 不是看淡倉的事 而是技術上每年傳統智慧都是五窮六轉 可能今年也不例外 當然知道內地有沒有政策下放 或者會不會有黑天鵝事件發生 這是不明朗的 但是這個階段 我想在互聯互通之下 一眾H股貴過A股的股份 都會略為售額或者略為反覆大远 這是一定要解決的問題 半年之後再推行互聯互通的時間 情況應該不會像今天這樣拉得那麼遠 或者簡單來說 H股貴過A股大概兩成 這是合理的 因為考慮到人民幣匯率的因素 但是如果你說持續太遠的話 我想情況一定會略作修訂 或者到期時 A股相關的股份做好一點 而H股在這段期間也要略作回調 持有相關的股份 就要考慮自己持倡的能力和能耐 郭Sir 剛才我們解答家庭觀眾問查詢的時候 都發現一個情況 就是現在有兩批投資者 第一批就是之前高位買了一些豪刀股 或者一些科網股 現在就變了蟹貨 第一批投資者是這樣 第二批就是一直都沒有買的 不過看到現在科網股、豪刀股 回調了50%、10% 他們就很想去買 你有什麼建議給這兩批投資者 第一就是累積的升幅很大 例如騰訊 去年6月份的低位是237元左右 升到646元 升了409元 回調三分之一很正常 第一個支持是509元 如果真的要回調二分之一 405到406都有機會見得到 既然是這樣 遇到五窮六絕 現在這一分鐘 我為什麼要這麼急買呢 是 我認為後一個階段始終還是好 尤其是互來互通效應之下 內地一眾的資金下來的話 我想他們不會買中人壽 或者是中行 甚至乎一些相關A股也有的股份 他們會買一些A股是沒有的 例如騰訊A股沒有 博彩股A股也沒有 所以很可能在那一刻 也會漸漸發展成另一朝的升浪 不過在未到另一朝的升浪出現之前 股價持續回吐 事實上是避免不到 還有一件事 去年的升浪很多對沖活動 沽空一些傳統股份 包括內銀股 轉而吸納科網股和博彩股 到後期來說 科網股狂升 博彩股更加不用說 相反來說 傳統股份持續低迷 到現在這一分鐘 拆倉行動仍然繼續 即是一些沽空股份 可以回補 尤其是內銀股 你不補的話 連股息都要賠償給別人 但反過來 升得多的科網 或者是升得多的博彩股 難免有一個中期的調整 例如好像銀魚一樣 去年6月份 大概最低的時候 已經見過大概是34.7左右 去到高位84.5 頭踏尾升了50元 你出現一個技術上的調整 根本上很正常 換句話來說 在基本因素不是變差之下 其實由於升幅比較多 加上有些拆倉行動在著量回套 股價的反覆應該是預期之中 再說了五窮六絕 一些想入市的資金 一定是暫時等等 最低限度保守一點點 反過來 持貨重的又要減榜 低價買的 看見勢頭不對板 不如賺了算數 亦會令股價略作反覆 甚至持續反覆是低位的形態 所以要買的 暫時忍忍手 何妨呢 如果你說 我完全沒有貨在手 或者很少股份在手 資金仍然比較充裕 好不好現在派進去呢 如果你不是抱著短炒的心態 你真的要買的話 你一定要分住買 千萬不要急買 因為今天的價格便宜 可能明天後日 下個星期的價格更略為便宜 因為持續市低位 股價是會反覆逐步下行 例如像騰訊 近期見過497元 這是重要的支持 但一旦有失的話 我想486元那些位 都可能會碰一碰 既然是這樣 我為何現在要撲下去 好像銀魚一樣 64元 早前低位已經穿了 即是高追了那些 可能會著量減前 令股價逐步下行 要買的都是等等 比較低的水平 才會再續吸引 郭Sir的意見 很簡單 如果持貨投資者 可能要著量減一減榜 如果未有貨 就好像政府宣傳片所說 停一停 先想想想 郭Sir,剛才提過這麼多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我們這節時間到這裏 待會會繼續和大家 談談其他辦法的走勢 不要走開